金益村办公处已经摆满房台物资 已供带阵村民也忙着清理部落的排水沟 同属金益村的庐山温泉 挖土基在塔罗湾溪持续进行灾后浸淤的工作 重机具及开口厂商都已经进驻戒备 这次输拉台风后 我们又重新又再一些物资 然后就准备像那一批是要给马赫坡那边居民 因为现在不能空投 所以说早一点叫他们今天早一点游路的时候 先来载 另一头春阳村的村长手里的电话接不停 有村民许文沙包也要回报部落防灾工作进度 还要带着南投县政府鉴定灾民房屋受损的状况 那个大排水沟那边比较危险的地方 公所已经加派一些那个怪手跟那个沙猫在那边待命 就是冯子它如果 如果在淹水的话 塞住的话就可以马上做清理 即使仍爱湘没有在墙台苏拉景街区域内 但是有了卡努台风的经验 谁都不敢掉以轻心 现在金益村及春阳村都已经做足准备 只盼于事不要太强 让部落能早日完成灾后重建的工作 原始新闻 九布兰赛 南投仁爱采访报导 玉相这阳